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雲端的所謂的內容感知 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 直接用關鍵字來找 他網址也不難啦 就是那個叫webimpend 那你直接記這個 關鍵字就好了 webimpend 我直接從上面直接倒 .com 我的部落格也有 這樣就可以進去了 好,你看一下上面網址,你可以一起打一下 webimpend 分梯 當然還是建議如果你不要用IE就不要用IE啦 雖然這個網站應該是沒有差 好,但是你可能用 這個火狐啦,或者Google瀏覽器應該速度會比較快一點點 他也有那種就是單機版的 不過那個是屬於付費的 好,比如說有時候你需要用P式的那種比較特殊的,我們原則上在 頁面上就只能處理一個檔案 一次只能處理一個檔案 好,有沒有都有看到了 這個網站進來應該會長得像這樣 上面不用理他 我們要的是下面 這個網址 網址再看一下 webimpend 做的動作很簡單 第一個 把你要的照片 打開 露的 把它 叫進來 比如說我在這邊我就去找找 我的檔案 好,這裡有一張 這裡 打開 哇,這張比較小 我拿大一點 這張 這張是原始的 好,你會發現其實它速度很快 事實上 它根本沒有傳上去啦 它本集在run的 所以 你弄進去之後 你看 阿伯坐在這裡 你拍照的時候可不可以請阿伯離開 我要清場一下 我們現在沒那麼大拍嘛 怎麼辦,自己回來再處理就好了 那 你現在已經知道我不要的地方了 所以呢 看一下囉 這裡有一支筆刷 這裡中間 有沒有一個25 有一個筆刷 最大到50的樣子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 把它調到最大 我現在把它調到最大囉 我們來塗看看 你就把不要的地方塗掉就好了 你不用一定要一筆畫完成 你可以 萬一手痠的自己 呵呵 自己休息一下就好了 你把你不要的地方 幫它塗一塗 其實有時候不要的地方也不見得說一次要塗完啦 因為 有時候你的範圍太大的時候 它做效果不見得很好 那你可能需要怎麼樣 慢慢的 一部分一部分慢慢做 萬一一次做的 不是很好 沒有關係 就在做第2次第3次 好我現在已經把它塗完了 最後就按下 Polade Polade 它就開始幫你計算了 那這種東西我們在Photoshop裡面 中文就翻做什麼 內容感知 也就是說我塗掉之後 它還可以保有那個地方的風景 這樣子 當然你塗的範圍越大 它算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算的時間會比較久 所以你可以 試看看 那 不會很 很慢 賺完之後待會我們可以把這個檔案把它存下來 好 阿伯拜拜了 沒有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還不是很滿意的 這邊 這個地方 不是很滿意的 你可以再塗一下 再Play 那我這次的範圍比較小 速度相對就會比較快一點 這樣就解決了吧 比較乾淨了嘛 其實我們拍照的時候有可能嘛 有可能那個擋住它還知道那個後面是什麼嗎 不太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事實上就是從周圍的環境去判斷 所以這種 修圖比較適合在什麼 像這種草地啦 樹林啦 海邊啦那種 不容易我們不容易去分辨出那個 一根兩根差在哪裡的 今天如果你是招牌這樣去塗 很抱歉效果比較差 因為那個 直的啦 那種 我們人眼比較容易 辨識出來的那種 物體 形象的 這個效果就不好 因為事實上它並不是真正補上原有的東西 只是 從周遭去把它補進來 好那所以會補跟周遭比較像的 那這個呢 其實就蠻適合就像 類似像這種情形 所以這個是 比較特點 那如果你做完了 你可以按存檔 假設你是原始的數位相機的檔案 存下來就是原始數位相機檔案 就一樣大 它不會說因為你放在這上面處理完就變小 所以這個是它的優點 好這是它的優點 這比較特別一點 給各位 參考一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